我们明白了 射暴徒是怎么来的 无时无名习气没有断 现的境界 习气断了 射暴徒就没有了 射暴徒没有了 什么东西出现了 长极光出现了 长极光才是真的 永恒不变 长极光就是自信 长极光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 没有物质现象 也没有精神现象 连自然现象都没有 所以科学 这些都没有办法发现它 为什么呢 科学哲学要有对象 他才能发现 长极光没有对象 就是自信 真心里头 什么现象都没有 所以 为真放置 你必须把妄想分别指出 其心动念分别 通通放下 你就见到了 他这一句 他不是假的 所以今天我们接触的现象 这三种现象 我们天天接触到 能现 能生 能生 是新鲜 看到这个现象 千变万化 那是阿赖耶 其作用 妄想 妄想能变 真心 这个是迷藏啊 你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 你对这个外面境界恍然大悟 为什么 不再执着他 有好 没有要 你绝对不会起心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你住真实会 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 你住真实之计 你得到的是真实利益